除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 胡锦涛的18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提高我国部队的军事行动能力 那么在这次珠海航展中 我国空军的最新战斗机殲三腰 它的模型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也透露出来这样的一种信号 那就是它的出现将大大提高我国空军的中远程军事打击能力 作为中国第二架四的战机 殲三一的亮相过程同样充满曲折神秘 据展馆的工作人员介绍 殲三一的模型机原本打算展示三架 分别为银色灰色和黑色 但是在最后的展示中只出现了黑色的模型机 而且就连黑色的模型机也曾经数度被军方的人撤下 最后一刻才决定公开展示 应该不是目前现在那个殲三十一的这个非常精准的模型 它还是一个属于概念的验证的一个模型 就是说它呢是把它的那个未来殲三十一这个概念 做在这个模型上面 那这个模型本身呢它还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 殲三一的这个未来的概念的细节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进气道 皮特带进气道 然后另外它的这个飞机上面的一些机载的武装的挂载 它会采取一个内藏式的设计 因为你要这个降低雷达反射的截面机 就是让雷达的反射尽量减少的话 你一定要让你的所有的挂载油料啊等等的 尽量要往机身内藏